想知道开关电源能否像电池一样串联吗? 本期实测两块不同功率的12V开关电源 通过代负载实验验证串联可行性 揭晓电压叠加效果与关键注意事项 一致性接地安全 防反接设计 更有裁弹 手把手教你拆解电源 找到核心元件431 利用电阻配比公式改装可调电源 从24V到48V轻松实现 干货满满 电功必看 解锁电源使用新姿势 应对突发状况不再措手无策 错过真的会拍断大腿 开一关电源也能像电池一样串联着使用吗? 我们知道 电池可以串联持 用两节1.5V的干电池串联联在一起 我们就得到一个3V的电源 如果你想给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 这个UC3842单独供电 你也可以用两节9V的干电池串起来驱动它 其实日常生活中这种电池串联联使用的情况有很多 比如电动车 以我们最常见的48V电动车为例 它的电池组其实就是由4块12V的千酸电池串出来的 那么开关电源也能串着用吗? 比如说这两个12V输出的机壳电源 我们把输出串联以后可以当成一个输出24V的电源使用吗? 有人说行 有人不行 这样啊 今日咱们就以两块金生羊的机壳电源为例 咱们做个带负载的小实验 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两块机壳电源的参数 放大一点 这小一点的这块是金生羊的暗M50-23B12 它的输出是12V 4.2A 咱们再看另一块 放大一点 这一块是金生羊的暗M75-22B12 它的输出是12V 6A 也就是说这两块外观差不多的电源 虽然输出都是12V 但是功率却不一样 一个是4.2A 一个是6A 不过不要紧 咱们就看看功率不同的两块电源串联起来会怎么样 日焰的过程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看看这输出是否正常 咱们先把这个4.2A这块电源给它接上线 咱们给它插上插销 打开开关 用万药测一下 这个接线端子输出负级 这个接线输出正级 现在显示的输出电压是13.19V 没问题 输出正常 咱们再看看另一块 红蓝两根键分别接到电源的L和N上 然后插上插线板 开开关 秒 调在自动上 咱们看一下它的显示输出是我正常 12.01V 输出正常 没问题 咱们要做的就是把两块电源给它串联在一起 怎么串呢 首先我们把N6元给它接上 两块电源的分别接上 也就是两块电源的输入端先接好 要做的是把输出端串在一起 准备一根红线 从这块电源的正级出来 跌到这块电源的负极上 阿斯川法其实和电池一样啊 都是从这块电源的正级接到这块电源的负极上 这块电源的负极和这块电源的正级之间 就是串联起来的电压 现在咱们把两块电源的输入 它在一块插线板上 打开开关 两块电源的指示灯都亮了 没有任何异常 现在咱们测量一下 这两块电源串联起来之后的电压 黑表比接在左边这块电源的输出负极上 红表比接到右边这块电源的输出正级上 朋友们注意看这表显啊 哎 表显是25.17伏 也就是说 串联之后的总电压 相当于两块电源 单独输出的电压之和 也就是说 两块开关电源是可以串联在一起的 但是它能不能带负载呢 我们再接着试 没找到太大的负载 咱们找了一个灯泡 这个灯泡是12伏到80伏的 咱们给它接上 哎 正负极已经接好了 到底两块电源能不能串着用 咱们现在打开开关 哎 一切正常 也就是说 两块开关电源可以像电池一样串联着使用 但是 这里边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需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两块电源的一致性 一致性越高 串联的稳定性就越好 什么是一致性呢 比如品牌一致 输出电压一致 功率一致 甚至是同一批次生产的 两块电源的一致性越高越好 当然了 品牌本身也很重要 可能细心的盟友已经发现了 我们这两块电源是没有接地线的 而这种机壳电源正常情况下是必须接地线的 怎么办呢 没办法 如果你要串联使用 两块电源就不能同时接地线 可以接一个 也可以都不接 也就是说 如果实际工作当中 你使用了这种机壳电源串联应用 那么还要注意这种外壳触电的安全问题 另外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 负载是感性负载 还有负载短路的情况 还有这两块电源上电时间不一致 等等等等 所以呢 最好在每块电源上增加一个二级管防反接 聊着日友谋就说了 聊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 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 我们几乎用不到这种电源串联的情况 这么说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两节不同的电池 我们是不能串联使用的 但是 如果串联能救命呢 我们就得知道 这两种不同的电池是可以串联的 只是不好而已 总之 您知道的越多 面对困难 您的办法就越多 您说呢 如果你的手里有这么一个电位器 那么把开关电源改成可调电源 就是个很简单的事 其实没有野心 具体怎么改呢 即将咱们就以这款 iWin100-23B2422为例 分享一下改装的全过程 其实改可调电源的关键 就是找到一个关键的元器件 这个关键元器件在哪呢 咱们先拆开它的外壳 然后咱们再取下它的线路板 线路板已经拿看来了 这个关键的元器件在哪呢 我们翻过来看背面 我们从这个背面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条线就是初级和次级的分界线 220进线这部分 就是初级部分 直流输出的部分 就是次级部分 而这个关键元器件在哪呢 它就在这 在次级部分 咱放大一点啊 就是这个头上长着小鸡脚的元件 它就是咱们要找的4-3-U 当然了 有的电源上的4-3-U长这样 其实不论它长成散机器 还是长着三脚腿 它的模样都和三极管讲得很像 如果不是它的胸口 标着4-3-1的字样 它和三极管简直一模一样 但是 其实三极管要它面前就是个弟弟 它的内部结构要比三极管复杂得多 有多复杂呢 它的内部结构 差不多有十几个三极管和二极管等晶体管 不信您看啊 它的旁边标的是U-702 也就是说 它是个U 在开关电源上呢 它经常和光偶配合 光偶成这个电源的隔离反馈电路 那光偶在哪呢 光偶其实更好找 它在这 咱先不管它 只要找到4-3-1 差不多咱们就成功一半了 面对着它啊 放大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三个引脚 下面有俩 上面有一个 左下角这个角 就是定义为R的角 另外两个角咱先不管 记住这个R角 就是左下角 现在咱们开始跑电路 从这个角出来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线 到了这 接到了哪呢 咱们用外表测一下啊 接到了这 然后经过这个电阻 这有三点是通的 也就是罗 但这有一个岔路口 看到这有朋友说了 一就团团团就乱 脑子就一团江湖了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看上去不乱呢 第一冷静 冷静能让你脑子稍微的清楚点 第二就是脑子里有现成的电路图 跑电路的时候 看似在跑电路 实则只是验证脑子里的电路图 和实际电路是否一致 比如说这个431R端的这个接线 我们的脑子里边应该是这样的 R端出来经过一个岔路口 向上经过一个我们起名叫R上的电阻 到达输出端的正级 这里边是24伏 向下有一个我们起名叫R下的电阻 然后接到输出端的负级 也就是接地 当然了 里边可能是一颗或几颗电阻的串柄帘 下边也一样 现在我们根据脑子里的这张图 再回来跑电路 经过这个三叉路口之后 第一条道经过这颗电阻 然后直接接到了地 另外一条道经过这颗电阻 接到了地壁器上 然后又接到了地上 也就是说接地这边R下里边这样的 它首先经过一颗电阻 然后分叉 通过一颗电阻 接到了地上 这边呢 是经过了一颗电阻 然后又经过了一个可调电阻 然后接到了地上 也就是说现在R下我们找全了 我们需要找到R上 R上在哪呢 我们找到了它 接到了它 然后经过这颗电阻呢 直接接到了这个电源的正极上 也就是说R上 上面只有一颗电阻 就是这颗4702的电阻 现在我们给它归位 现在所有的电阻都清楚了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决定 这24伏输出的呢 实际这样啊 它除以它 也就是说它是它的几倍 然后再加上1乘以2.5就行了 咱们用一公式表示啊 就是R上除以R下 然后再加上1 扩起来的核再乘以2.5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输出电压 24伏 将来咱们要调整这个电压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调整上下这个电阻的比例 这就是改可调电源的关键 比如说我想得到更高的电压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颗50K的可调电阻 加到这上面去 串一个50K的可调电阻 它原来4702就是47K 那么加上一个50K之后呢 这个R上几乎就变成原来的两倍 那么得到的数值 大概就是原来的两倍 我们几乎就可以得到一个 差不多最高48伏电压的可调电源 大概24伏到48伏 当然了加到不同的位置进行串联并联 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如果说把它改成更高电压的可调电源的话 它实际上还要数到一个限制 就是输出端滤波电容的内压值 这个输出的滤波改容的电压值是35伏 也就是说如果改成48伏的 需要把这些电容全部换掉 换掉也需要注意点啊 我们换掉的容值最好别小于它 否则我们这个电源的功率也会下降 总之彻底了解这个原理之后呢 我们就能随心所欲的改电压或者可调电压 其实很多开关电源都可以这么改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收藏